南投茶博会一名歌之夜 在12号晚上登场 潘岳云 殷正阳 方济伟等知名歌手 轮番演唱 最后由疗伤歌后西小琪 压走登场 场内外涌入6万多人 许多人席地而坐 甚至站着也要参加 活动现场气氛高昂 为茶博会带来新高潮 24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即将接近尾声了 明天是我们的闭幕典礼了 在今天晚上呢 我们特别再次的举办名歌之夜 那现场呢 就像一个万人演唱会一样 台下的每一首歌呢 台下呢都能够大家跟着一起唱 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 所以在这里 我要特别的感谢 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 对我们茶博的支持 而且今年不论是我们的人数 还有包括提代率呢 都是屡屡上升 这也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为我们的农民朋友 找到更多的出入 这场名歌之夜 唤起了1970年代 校园名歌的经典旋律 枸杞四 五 六年极深的 青春回忆 打批歌迷聚集 跟着歌手们传唱首席旋律 感受名歌魅力 现象徐树华表示 今年茶博会活动盛况空前 民众热情参与 让演唱会成为一场感动的 万人合唱 未来我们县政府会继续的办好各种的活动 那今天的民歌演唱会呢 我看到有很多呢 家长有跟我讲说 昨天他的孩子 来参与我们的尬店之夜 有很多的年轻乐团 那今天呢 就是属于他们的日子 坐在台下呢 享受这个非常难得的夜晚 那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所以在此呢 我也再次的邀请大家 如果还没有参与我们茶博活动的 明天是最后一天 请大家一定要把握 能够来到我们中西新春的会场 跟我们一起来采购当地的农特产品 品尝我们南投的好茶 演唱会在下午五点暖场开始 舞台布置了南投如此回甘字样 象征茶叶干美与民歌回味无穷 潘岳云 殷正阳 新小棋等歌手亦需登场 观众席地而坐 带着野餐店全家同乐 新小棋则压轴演出 让准场演唱会圆满结束 记者黄中宁 景月龙 中西新春采访报导